這次發牌事件是不是真的衝擊了香港的行政主導和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呢? 大家又如何平衡這些所謂制度與整個政治民情的求知這一點去做一個恰當的做法呢? 可以怎麼走呢?大家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次是總爆發的,總爆發突顯了行政主導的問題 很多人都解釋不清,在2002年問責制之前是行政機關主導,現在是行政長官主導 這次突顯到一男子方案的問題,即是一個男子方案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整件事就是很明顯反映到在梁振英領導下的特區政府 應該怎麼說呢?打一個比喻,就是他很容易將一顆暗瘡變成痔瘡 然後將一顆痔瘡就變成一個癌症 很多事情都是大家看回例子就知道的 由這個梁振英,梁振英這個當政初期這個國民教育推動那裡 已經看到原本是關於一本小賊子的問題 後來一直延燒,延燒,延燒了一個多兩個月就變成一個大瘤了 去到這個,甚至好像說堆填區,確建堆填區這個問題 如果你給AO做,那些政務官做 或者是用回以前的所謂制度理性 或者所謂由下而上的程序公義 我想周太太會很熟悉的這些 都不會搞到後來就美大不調 這一次就更加明顯反映到就是說 本身這件事似乎由通訊管理局那份文件都很充分反映到 我想是無論是法令機構 或者是公務員的秘書處 各方面似乎同行會 其實大家誤會了 那個叫做特首會和行政會議 基本上都是特首看著的 所以只有一男子看著 如果你問我,整件事反而看到 制度已經去到一個 我們很突顯到一個人去掌握主意的問題 我要控制現場秩序 第一,我不想做節目期間有人走來走去 因為導演是拿不到鏡頭的 第二,不要在我做節目期間裏面 嘟一聲爆出兩句話出來 人身攻擊也好,評論也好 待會道理講的時候說 大家可否守這個秩序 如果可以就繼續下去 不可以,再犯的,我要執行紀律的,好嗎? 我不管你是新來的、舊來的 雙屬朋友、不雙屬朋友 道理就是要大家守起他 一句話而已,好嗎? 麻煩 我抗議了 你抗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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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樣編回泛民 你說清楚 輪流人說話,我有什麼評論 是 是 阿榮哥 你都是老朋友了,好嗎? 大家控制自己的情緒 如果你是這樣一直在 我做節目的時候 我唯一的辦法就是請你離場 好嗎? 你不要逼我走這一步了,好嗎? OK 不要道歉 我跟港姐講的痴瘡 但我經常生疼痛 你以為我這個 從我的女兒來 你不懂我這個 這個 這些呢 這些呢 很邊緣性的說話 你不要說的 我不管這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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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這一步了 治療不是粗口 只是一種病而已 你說的 治療不是粗口 不是粗口 我說的 治療是粗口 是粗口來的嗎? 不過這樣 我也都想大家 做比喻的時候 做得比較 文明一點點 不是說你剛才不文明 用語言方面 大家 顧及大家的感受 好嗎? 好